人类从未登过月球,这一惊人传言瞬间在全球炸开,阿波罗登月阴谋论被全球讨论了半个世纪,阴谋论实际上是由Lockettine公司前雇员Bill Kissing提出的,该公司为阿波罗太空计划建造发动机,对于美国登月真实性的任何疑问,都被宇航员和科学家一再反驳,有20%的美国人不相信月球登录真实发生过。 2015年,美国宇航局NOS出版了8400张高品质的照片,来反驳那些怀疑阿波罗登月计划真实性的谣言,这让全球讨论更加激烈,今天我选择了其中的几个,作为说明和反对登月阴谋论的论据,诈骗质量质疑声音,月球上的照片太高质量,好像在摄影棚工作室里完成的一样。 科学解释,宇航员带来了最好的中型摄像机,一台采用TIS Planner F2.880毫米的Hazio Blatt 5001 Air和TIS SANA F5.6 250毫米镜头的最新Hazio Blatt 5001 Air数码相机,以及Visperium F5.660毫米,专为美国宇航局制造的镜头。 每个相机都经过精心校准,阿波罗宇航员在穿着宇航服和后手套的同时进行了深入的摄影课程学习,影片保存至于声音,当时登陆在下阳面的白天,那温度可达120摄氏度,胶片也会融化的。 科学解释,虽然太阳将月球的表面加热,到120摄氏度,但宇航员使用的胶片是专门生产,可以承受260摄氏度的高温而不融化。 此外,特制的摄像机机身也能承受太阳直射,阴影质疑声音,在太阳和唯一的光源下,宇航员及其设备的阴影应该沿着一个方向,他们在照片中的方向不同,好像场景被几台投影机照亮。 科学解释,为了避免高温,当太阳落在地平线上时,宇航员小心地登陆月球表面,这就是为什么不同高度的火山口极大的影响了阴影的方向和长度。 当阴影看起来像是来自地平线上的一个点时,透视角度也在起作用。 星星质疑声音,清醒在照片中看不到,当时很难从月球表面预测星空的样子。 NASA决定从照片中抹除它们,科学解释,首先,相机必须设置非常高的快门速度,以捕捉月亮的表面,同时被着明亮的阳光覆盖,这样就看不到了清醒而是一个漆黑的天空。 国旗质疑声音,没有空气,国旗怎么还飘动?科学解释,当宇航员插伤国旗时,国旗在飘动,因为月壤比较坚硬,需要用力插入。 它们是用有弹性的金属制成并保持其L型直角结构的水平干支撑着,宇航员喜欢的灰舞着风的旗帜,也偶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灯月汤轨迹质疑声音,这是不可能的。之前时期断重的灯月汤的轴承及其火箭引擎,没有表面上留下一些痕迹,但同时宇航员的脚印清晰可见间。 科学解释,在考虑到月球重力不足和燃料与氧化机在飞行中消耗后重新计算后,该模块在着陆后重量约为1,220千克。 此外,其支撑量的面积明显大于宇航员的脚印,使其表面的压力减小,在月球着陆的最后阶段,火箭发动机牵引,表面的压力在那一刻还不到大气压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是不足以产生一个领时坑。 脚印质疑声音,宇航员的脚印那么清楚,就好像它们在湿沙中形成的,但月球上不存在水的。 科学解释,宇航员通过跳跃而移动,在没有被风吹过的月球尘土中留下深深的足印,足迹的清晰度也证实了当时没有大气环境,没有水和风侵袭的沙粒,具有尖锐的边缘,它们彼此连接形成粘性。 跳跃的高度质疑声音,月球上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因此你可以在月球跳出是地球上六倍的高度。 然而,影像资料记录宇航员的跳跃高度太低。 科学解释,比例来说,宇航员的脚步表面的粘合力降低了六倍,但是它们的重量和惯性因素在比重上,且高于地球上的重量。 除了这些因素,宇航员也避免跳太高,以避免摔倒和损坏宇航服内置的维生系统。 据国内专家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是真实的,因为嫦娥2号和日本的月亮女神探测器,都拍到当年阿波罗计划登月活动时留下的遗迹。 美国宇航局NASI十分担心曾经的登月遗迹会遭到破坏。 美国宣称这些是它们的遗产,禁止其他私人或者国家团队破坏阿波罗文物,遗产区域禁飞。 当然这些声明在太空公约中是无效的。 NASI不希望其他国家的火箭、喷火在它们有异议的设备上,甚至希望不要碰它们的宇航员曾经抛弃的排泄物。 15分钟后,夏图这位宇航员终于站起来了,说了一句想遇全球的话,在月球上跌倒了就不要再努力站起来。 也许理论和实际结果是不同的,只有去清零现场实验才能得到答案。 当然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只好等待人类下次登月计划早日实现吧。 夏图的这位宇航员说了一句振笼发聩的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